日本球员赛后鞠躬至写球迷图片来源 截图 2018年7月2日 2018俄罗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 日本从2比0领心到2到3倍比利时独秒绝杀 遗憾无援 2018俄罗斯世界杯八强 很多网民都觉得日本队虽败有荣 他们几乎将比利时逼入绝境 他们已经做到机制 真的距离创造奇迹就差那么一点 虽然输了 日本队还是本届世界杯上的亚洲荣耀 日本队让全世界吃惊据报道 莫斯科当的时间21时 比赛开始 开场仅仅一分钟 相传真思就从禁区外进行了一次射门 球稍微偏出左门柱 随后双方你来我往 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 但是上半时并没有改写比分 比利时队上半场似乎根本不想拼身体 怕受伤 踢得很松散 中场都不进行一队一逼抢 前45分钟 日本主帅西野朗不断 走出教练指挥圈 身穿白色衬衫的他站在长边 高声叫住队员门归类 收住位置 效力与比利时联赛 列尔斯的川岛 勇四高阶低档 南安普顿的后卫级田马 也则顶住了卢卡库的冲击 力保诚实不失 下半时开场不到4分钟 日本对右路一个快速反击 世界杯开战前 从降级的科隆对转 会了布莱梅的圆口圆器 一路突破到禁区边缘后 右脚射圆点破门 赛前不被看好的日本竟然一比零领先了 比利时的左后卫阿尔德维雷尔德 竟然只是随便伸腿装了装样子 随后下半时地 52分钟 干贵士在禁区前沿为特赛尔江 要封堵前发炮 球直入右下角 全肠欢腾一片 日本队二比零领先于比利时 此后 比利时队的马丁内斯 换下了左边路的卡拉斯科 以及前锋莫腾斯 换上了费莱尼 以及查德利 接下来 比利时球员从零比二开始苏醒了 先是后卫维维尔特亨 再后点小角度 一个大弧度的头锤弓门将比分变成了一比二 然后左路查德利反击 击此控制球传到中路后 巴菲莱尼将比分扳平 当日本队被扳平比分后 在长下看球的西野朗判明揉住后脑勺 好像被人打了一梦棍一样的疼 但是这位日本主教练没有想保平局 他在第八十分中将刚齐慎斯和本田归佑两名主力 进攻球员换了上去 开始拨命 场内的日本球迷则开 时有节奏的拍手 喊LDQUO 你蹦 你蹦 日本日本 Reco本田归佑上场 每有几分钟 就在禁区内转身 打了一脚横梁 甚为可惜 反过来 川岛勇四在门前两连扑 精彩地阻挡了查德利和卢卡库的头锤攻门 此外 他还在中场前四分将费莱尼的远射去之门外 商停捕时 日本队获得了一个禁区前的自由球 本田归佑站在了禁区三十五米外 2010年的世界杯上 他就是评级自由球击败的喀麦隆 虽然这次世界杯的LDQUO 便是执行ERCAL是合踢取球的自由球高手 但是本田归佑还是踢出了一脚很有质量的自由球 库尔图瓦在门前横扑 将球补出 然后一切就快速发生了 比利时人进行了一次高效的反击 最终慕尼耶横向船中 卢卡库中坚一拢 后换上来的查德利 打进了决定比赛的绝杀 比利时的替补习冲上了草坪 还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日本的教练习泽高呼让球 原文赶尽归位 还有时间 争取时间 HELLIP HELLIP 但是比赛重新开始 没有踢五脚 裁判就吹响了中场哨 日本对离奇迹就差了一步锤的懊恼 图片来源 网络截图 日本球迷输球后表 现货挫日本对输球后 队员们痛苦流涕 比利时球原则 再次冲上了草坪庆祝 而干贵事 酒井红树马上就躺在地上 发泄住自己的悲伤 本田贵又和香川真思经历的多了 他们没有太伤心 只是发呆的看住草坪上 庆祝的比利时人 品味住苦果 比赛结束后 40分钟 场内还有比利时球迷没有散去 比利时没有出场的6名 替补球员开 10的球场内跑住 他们需要拉一下体能 而在另一侧看台上 还是有大约20多名曾经打开过 大空翼巨型横幅RDQUO 身穿篮5是对付的日本球迷坐在那里 不远离去 更令人感叹的是 虽然情绪低落甚至痛哭失声 日本球迷们却强忍住输球的悲伤 边哭边拿住事前准备好的垃圾袋 手起长边观众席的垃圾 另外戒分 分赞叹日本的国民素质 日本对输球后 球迷仍不忘离开前清理观众席 图片来源 截图 一名国际足协的球场管理员PR Ifflecha在自己推特上上传了一张球 原休息室照片并写道 LDQUO 这是日本队在第94分中输给比利时对后的球 原更一事 感谢他们的球迷 在赛后清理观众席 与媒体对话 日本队甚至是在离开现场时 以额文留下LSQUO 谢谢QUO 的字条 他们是所有队伍的榜样 很荣幸能与他们一起工作 RTCO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日本队在离开休息室前 将更一事整理的一尘不染 更留下以额文手写LDQUO 谢谢LDQUO 的字条给工作人员 日本队离开后的休息室 图片来源 推特央视知名解说贺伟 也评价了日本队的表现LDQUO 中国大陆足球和日本足球职业化 几乎同时起步 现在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故事 说多了反动 算了 RTCO中国大陆网友 评论 AdYarWire RTCO 中国大陆足球是商业化 不是职业化 在中国大陆踢球和明星走学 网络直播 嫩魔炒做一个性质 目的只是为了赚钱 商业化足球 基本上摧毁了中国大陆的足球的胜负荣辱观和职业道德 RTCO AdSaw的拖地 RTCO与日本比 中国大陆足球没有荣誉感 RTCO AdHonda RTCO 日本的职业化是全方位的 中国大陆的职业化 是经济层面低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全在这捞钱 RTCO 对于中国大陆足球总是踢补进世界杯的问题 曾在中国大陆直较一段时间的 前日本国家 对主帅 刚填武时认为 日本人做事极为严谨 可以持续击十年 但中国大陆足协最擅长的是折腾 招令西改 领导们所关心的 是自己在任期的LDQUO 正基RTCO 而偏偏足球轻讯是个细活 如前中国大陆足协副主席 足管党委副书记谢亚龙等 入狱之后 受影响的 不是那些国家队 而是那时轻讯的90 到96年零段球员